我有一千年要的爱 因为在一千年以后 世界早已没有我 无法深情望着你的手 想吻着你的头 一千年以后 所有人都遗忘了我 那是红色黄昏的山沫 没有谁解开他们前面的寂寞 我的动画片全部都是这样 正义战胜了行 有吗哪些同归于尽了 没有吧我觉得演出来的 都没有同归于尽过了吧 像那个同归于尽的或者是主角多死的都会被平民黑暗黑暗很滑 对 反正坏的是绝对最后不可能赢的 你就是再怎么坏 主角总会就是 反正主角有点都是呆萌呆萌的 傻了吧唧的 就熄了糊涂的就把那么臭面的人干掉了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 要不然就特别 就比如说主角那个坏人啊 你看啊就有些给你们拿那种就是 就是你找什么武打篇来说啊功夫篇来说啊 就比如说算了不能把这个归结到功夫篇里 应该是那种科幻篇 就是你看啊 从小开始的时候主角那种坏人啊 坏人就属于那种 哎呀我的天哪 从小就是就是天赋一饼 然后从小就练功夫 然后上到现在就是又坏又无敌那种 然后主角属于平凡 然后没有功夫 没有超能力什么 然后等到跟被坏人给害了 要不然是打通了任督二脉 要不然就是受到了高人真传 直接传功给他 然后那个曾经傻了吧唧了 什么都不会的 忽然就什么盖世武功啊什么的 然后就开始跟大豹子PK 然后PK到最后就是 先开始被大豹子打得很惨 然后大豹子的一句话或者是 什么的激发了他的斗志 然后他就反攻就把大豹子干掉了 基本都是这个套路没有变化 是不是是不是 就是漫威的对漫威的反正都是 反正漫威的属于每个英雄的家属 或者什么都会被绑架 他们永远被关在一个玻璃罩里 然后什么什么的 真的所有这种英雄类的电影 其实都一样 没有我是在说就是 漫威那个系列的什么什么铢铁侠啦 绿巨人好客啊 还有蜘蛛侠啊 还有蜘蛛侠啊 还有什么 对了那个变形金刚是不是漫威系列里面的 是吗 一直在这 现在第二部出来了吗 第二部出来了吗 好好玩 你去玩什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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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九哥 出来了 那我要去 那我要去 激动死我了 我都不知道他出来了 我要去看闪电侠第二部 更新到几点 更新到几集了 鸭字领班 玩什么玩什么 出了十三集啦 结局了吗 结局了吗 纯靠口才 我这就纯粹就是 唉 没有口才 我决定了 我要学一学 怎么做一个会说话的人 一共是多少集 是二十多集吗 我每个星期才出一集 看得太累了 绿剑侠跟那个 闪电侠不是连接的吗 我看闪电侠 绿剑侠最后几集里面 绿剑侠还出现了帮忙什么的 其实还是蛮 真的我 被电过之后跑得更快了 他已经跑到可以穿越 就是缩回过去了 穿越时空 他们在说一个电视剧 怎么又是班主任 欢迎欢迎叶子艾儿欢迎 我不知道 我已经好久没有看过电视剧了 每天都忙忙忙忙忙 明天我要看电视剧 不对明天我要去看电影 明天去看《戏友记》 回来给你们评论 好看我就推荐你们去看 不好看我就不推荐你们去看 不对好不好看还是得你们自己去看 我说的只是我的观点 说不定你们觉得好看呢 对吧 但是我是一个资深的电影评论者 真的 哪个是你的好 哈喽江爹哈喽 看过了不好看吗 我明天去看看 我还是蛮想看一看的 毕竟猴年嘛 看看猴哥 猴哥你还在吗猴哥 不要剧透 不要剧透 啊 还有这个呢 蝙蝠俠大战超人 还有这呢 什么就你一个了 蝙蝠俠大战超人 还有这种电影呢 这岂不是跟 复仇者联盟很像 复仇者联盟 欢迎鸦片大魔王进入直播间 欢迎欢迎 魂斗罗 魂斗罗大招是游戏吧 哎江爹 看过看过 我觉得第二部没有第一部好看 你们觉得呢 哈喽江爹 在那边 感谢观看